这个叫橙色玉景的组合 请自我介绍一下先 大家好 我们是橙色玉景 我们是个曼财组合 你们为什么挑他呢 他们每一组都站起来了 对对对 我们赛前调研过了 他们说没人想打我们 他说了赛前说了 五遍不愿意选我们 然后突然选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值比较能打 喜欢挑一些帅的朋友 来吧 曼财呢 稍微托付两句 曼财这个是两个人一起表演 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的 脱口秀大会舞台上出现过 因为种种原因吧 好像一直都没有走得很远 橙色玉景是我们觉得 非常优秀的漫才组合 它的节奏和你接受起来 可能跟脱口秀的节奏 有一点点不一样 希望观众朋友们 给更多的包容 让我们欢迎橙色玉景 这是电脑 电脑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 我是刘霍伟 我们是藤色玉景 非常高兴啊 我们作为一个慢财组合 来这个脱口秀大会 其实蛮紧张的 因为听说脱口秀要炒CP啊 我们又是新人 我怕我们炒不到 所以我们在家里已经炒好了 如果我不说的话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啊 我已经单身三十年来看不出来吧 完全看不出来 对吧 起码气质多了吧 废话 但是我特别渴望爱情啊 我最近啊 安排了一个相亲 我第一次相亲特别紧张 你能陪我练一下吗 我陪你练一下 你就帮我演那个相亲对象 我们练习一下 哦 可以啊 你好 我是刘宏伟 你好 我是王 你好 你来干嘛 你演那个相亲对象啊 他叫小雅 叫小雅是吧 你好 小雅 你好 我是刘宏伟 这位是王 你好 你怎么又来了 顶座带个家长什么的嘛 你好 小雅 你好 我是刘宏伟 这位是我父亲 哦 叔叔你好啊 你就是宏伟是吧 是我呀 我叫王 不要 这我便宜了 就一个普通的女孩就可以了 你好 我是刘宏伟 我是刘阿姨介绍来的 你好 我是小雅 杨老燕介绍来的 博大师叔 这叫杨老燕介绍来的呀 你好 我是小雅 你好 我听说你单身好久了呀 是啊 自从生了王奥以后 谁呀 就是让你妈过来相亲啊 一般弟子见面 都聊点什么兴趣爱好之类的嘛 那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也没什么 我没事的时候啊 喜欢过来搭档王奥 一起泡个澡啊什么的 好巧哎 我也喜欢跟王奥一起泡澡 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不要在这儿瞎聊了 前面公园里有个许元树 我们过去看吧 可是下雨了 没关系啊 我这样撑着我们冲过去嘛 好啊 红卫 怎么了 你短裤好大哦 快脱 这个树到了 你们这个树很灵的 很多情侣都在许元 你看上面挂着好多 真的 上面挂着好多情侣啊 我们也挂上去吧 杀死了 是在这个树上 刻上你最爱人的名字 两人永远都不会分开啊 永远都不会分开 真的吗 当然了 小雅 一样天喜 你倒是刻我呀 一样天喜 把我刻在树上啊 刘宏伟 小雅 一样天喜 杀个人啊 那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要不然这样吧 聊鸡懂吧 聊鸡我懂 打个配合好吧 诶 红卫好巧啊 好巧啊 这位是 小雅 我的新朋友 老牛啊 别闹 老牛吃嫩糖 可以了可以了 小雅你老牛吃嫩糖 谁老牛啊 老牛是我老牛啊 老牛啊 够了够了够了 老牛吃老牛啊 够了 我老的小雅呀 你会扮演聊鸡吗 要不然这样吧 你就扮演一个流氓来称托我嘛 流氓 长得不错嘛 谁又想碰他 小哥哥 别跟我来啊 你倒是从他去让我发挥一下嘛 长得不错嘛 小姑娘 拿开你张手 你是谁啊 我可是刘宏伟 最好的朋友我就暴露了呀 你这样露馅我跟小雅黄了 哎呀 你要相信你跟你的真命天女 终究会邂逅呀 我也想过啊 跟我的女神在一个特别巧合中相遇 好巧啊 哎 好巧啊 你也来上厕所啊 在哪里相遇啊 但是明明是个男的吧 女的就不能上男厕所嘛 当然不行了 性别歧视 什么歧视啊 女的怎么可能去男厕所啊 我希望在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邂逅 我比较什么花丛中之类的 这里真美 真安静啊 是啊 在这里的话 应该就没人能看见我了吧 原来你也喜欢 不要再大小铁 这样也不会关注喜欢我们的呀 我跟你说 你信不信我在自我介绍里做一些改变啊 就可以让他们喜欢上我们 自我介绍可以让他们喜欢上我们吗 我是呀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洪伟 我是一阳千玺 我们是 改名了呀 你不要改你的名字呀 你要帮我呀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洪伟 我是王 我们是一阳千玺 我二面又改了 你不要改来改去的呀 你就加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嘛 加一些元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洪伟 我是王 这位是一阳千玺 我们是 天洪伟 是吗 好 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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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拍吗 没拍 吴宝斯没拍 没拍 没拍 他们本来现场很炸的 哎 满财真是 还是舞台的问题 很吃亏 就是很吃亏 好 好 哎呀 为什么没拍 这么快 格式欲敬 最终获得的 两灯 好 叶阳千玺站到他们中间去 我们是DF 不好意思 哎呀 我其实想说 满财这个东西在我们舞台上一直是很难的 我觉得他俩听听这个营养到非常好 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俩节奏特别好 BUT BUT 就是好像我就没有真正get到我的那个点 哦 所以 如果以成色欲景这么接近完美的表演都不能征服这个现场的话 可能满财就不适合这个舞台 谁说的 谁说的 希望后面的满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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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好的组合 还有很好的组合 哎呀 那我们采访一下这个易烊千玺来说一下你们的感受 其实我们真的来了以后特别开心 包括今天集结的时候看了那么多 优秀的人啊 所以我们就想万一有个机会能上来打一下就挺爽的 是的 然后就没想到失误了 也不算失误了 就是气不如人 很合理 我以前看过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慢慢地明白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之精彩 甚至为咱们这个节目 今年能有这样的东西 而特别地欢呼雀跃 对 但是他们有两个点我不是特别喜欢 一个洗手间的那个 一个老牛吃嫩草的 是 听得有点不舒服 是从价值观的角度 但是那我也是一个观众嘛 我听的时候不会想 这是价值观 这是技术 那是节奏 我只是说 我愿不愿意在这儿鼓掌 感谢 感谢 好 两位 非常优秀 在离开之前 在离开之前说两句 虽然就一轮啊 但我觉得我们表演还可以对吧 非常 应该是 特别高兴 能用这么一个特别火的节目 让别人知道什么是漫才 对 因为我们也是一直会坚持下去做漫才的 我很清楚就是大家可以不记得我们 希望大家记得漫才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还有漫才做盒 我希望他们能走下去 然后大家多多支持漫才吧 好吗 好 感谢两位 明年再见 谢谢 明年再见 拜拜 还比想象的淘汰要舒畅一些 可能我们原本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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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